你好 欢迎收看4月28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2024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7月6号到8月19号要在路眼高台展现魅力 现场饶庆林在全国记者会当中宣布三大亮点 将与三立欧洗手合作 欢庆Hello Kitty50周年 同时要举办12场的光雕音乐会 而最后他也宣布 5月15号要开放第一阶段线上细流预约 精彩活动要席卷台东的夏天 欢迎全国民众参与一年一度的盛会 超级快乐的 2024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这一次跟我们Hello Kitty50周年一起来合作 迈入第14年的2024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即将在7月6号到8月19号 在台东路野高台展现魅力 而台湾向饶庆林 今天在全国记者会中宣布了三大亮点 表示将与三立欧携手合作 欢庆Hello Kitty50周年 那最重要是我们的时间是从7月6号开跑到8月19 也就是7月6号开始的45天 这45天其实任何一天都可以来到路野高台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活动 那今年的主题热气球也是Hello Kitty的50周年 那在全世界庆祝Hello Kitty50周年的这一年 我们今年除了有我们的Hello Kitty 这世界唯一的热气球之外 还带来了它的三立欧家族 也希望他们都同时能够在这45天期间 来庆祝Hello Kitty的50周年生日快乐 那除此之外 我们今年的光雕呢 每一场光雕也都配有无人机 那以及有几场的光雕 特别都还有巨星的加持 所以其实从7月6号开始的每一个周末 大家都可以准备好时间来到台东 而另外这次也将邀请天王周汤豪 还有人气男团五间情担任压洲嘉宾 要嗨翻整个路野高台 那路野高台因为我们场景很大 不用排队 所以欢迎大家来路野高台 再聘一次五间情 是不是再聘一次周汤豪 周汤豪在去也曾经来到我们跨年晚 当时妈妈也有一起来 不晓得我们的热气球嘉年晚 是适合全家大嫂 也欢迎她带妈妈一起来 而今年台湾县府为了协助花莲镇新观光 特别跟花莲县府合作 然后县长也邀请大家 来到路野看热气球 也可以带份花莲的伴手礼回家 这次呢我们45天的热气球 也跟花莲县政府合作 来到路野高台 千万不要忘了带一个花莲的伴手礼回去 我们希望能够协助花莲县政府能够尽快的观光复苏 当业机制能够回复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在暑假期间 来到路野高台除了自己游玩之外 也带一份花莲的伴手礼 台湾教官处表示 今年将办理12场次的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而其中8场将与500架无人机进行联合展演 为历年来最多场次 而今年暑假就等大家一起来台东玩咯 GHR5总和报道